台湾的马祖每年4月会出现被称为是蓝眼泪的海上景观 海面闪烁着微微的蓝光 这其实是一种夜光早发光的自然现象 目前马祖蓝眼泪现象意外的暴增 引来了许多追泪的游客 每年4月到9月是马祖奇景 蓝眼泪高发期 近日马祖海面开始不时闪烁微微蓝光 晚上蓝眼泪更意外暴增 引得当地人惊呼 一辈子没看过这么蓝 海洋专家解释 蓝眼泪其实是一种叫做窝边茅藻的夜光藻 其细胞表层有发光器 轻微的水波扰动就能让它发光 尤其是4月到7月间 那时大陆米浆水大量注入马祖附近海域 带来的营养盐促进浮游生物生长 以之为时的夜光藻也得以大量繁殖 有传言称蓝眼泪与环境污染有关 专家澄清 这只是每年轮回的自然现象 并不能作为海洋污染的指标 最后压 의金 没有 可能 谢谢观看